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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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國習大戰開打 阿嬤的話你敢不聽 就是不管夏天或冬天都一樣 不要讓他聽到小孩子打噴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把他照顧好 我包我們的孩子 去穿很多的衣服 你看夏天的時候 有小朋友發展的吃飯 是因為衣服穿太多 他既然是放在嘴裡 咬咬咬咬七八爛 然後再放到外面 女兒的嘴巴 然後就整個超傻眼 真的很不衛生 他有一個研究 說如果小時候有吃媽媽口水的 這個小孩長大又不好 真的 真的假的 國習觀念大不同 女兒到底聽誰的 今天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分享兩代觀念不同的難處 到底阿嬤管多寬 讓媳婦想抓狂 精神內容馬上開始 你知道啊 當我變成就是媽媽界的 就是稍微小有名氣之後 你就是神啦 不是不能不敢跳 媽媽界的神 不要這樣 媽媽界的鏡頭舞 我也要跟她跳嗎 也是不要 但是我好像似乎得罪了一群人 誰 阿嬤 阿賀 因為他們都會覺得說 黃醫師說阿嬤說的是錯的 應該這樣這樣這樣才對 阿嬤說你叫你的黃醫師來 他相信我這是錯的 你就是這樣長大 其實阿嬤最常講是 我以前就這樣養你 你不是誰這樣長大 對 很可怕還兩個人來我門診 希望我能夠判定一下 到底誰對誰 真的還假的 吵成這樣 我怎麼好意思說阿嬤錯 都嘛阿嬤對啊 所以我今天現在要替阿嬤講話 因為今天主題叫 有一種 就是阿嬤說的話都是對的 對 問號是你家的 我家驚嘆號 我剛剛說 那你們有婆媳住在一起嗎 然後他說沒有 住比較近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住在一起問題會大一點點 有一點距離 或許是美感 但是呢 有一種感是阿嬤的感 有一種是阿嬤的 阿嬤的話真的很重要 所以他才出了一首歌 阿嬤你舉牌 對 所以阿嬤真的很重要 我們要好好的來探討一下 阿嬤的話到底對還是不對 阿嬤常常會說 欸小孩子差冷 對 所以就會一直夾衣服夾衣服 有沒有人家裡有 因為這樣跟阿嬤不愉快 當然一定有啊 因為阿嬤 你幹嘛那麼強的講 你好壞 你好壞 有人cue你嗎 你一定要講 因為我今天完全發現 醫生就是個強頭草 一定是這樣 我們去跟醫生講 醫生說不要聽那個 以前那是以前的觀念 但我們回去跟老人家溝通的時候 然後媽媽就會跟著我們去找醫生 你知道嗎 那 醫生說到阿嬤又是另外一個嘴臉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對嘛 就翻盤了 對啊 你知道嗎 老人家都講說 小孩沒六個天 就是他沒有一年四季 他都是會冷的 尤其太陽的時候 太熱了 你一定要穿外套 要不然會曬傷 那要不然會流汗 那沒有穿外套的話 他這樣子流汗又吹到風 會感冒 那在冷的時候呢 那開玩笑 更要穿 更要穿 兩件三件就一直塌去 你知道嗎 真的到快三歲很會講話的時候 有一天我媽媽 我們要回家 她又開始把她抓過來穿喔 穿還要拉拉鍊喔 你知道嗎 那拉起來穿了兩件之後 我兒子終於默默地講 阿嬤 我兒子終於會講完整的句子 第一句話就講說 阿嬤妳知道我很熱 頭髮都流汗流失了 我兒子永遠頭髮流汗 然後很臭 因為小男生一流汗 頭就很臭 而且小朋友體溫很高 對 但是我媽說 她就是這樣會感冒到 我說妳就是因為給她穿太多 所以她會流汗 流汗吹了風才會感冒到 我媽說沒有這種事 你知道嗎 妳媽媽多大年紀 我媽媽 其實那時候才五十幾歲 哎呦 家庭媽媽應該年紀很輕 我是婆婆六十幾歲 喔 婆婆 碰到六十歲的婆婆 那 對 我婆婆真的很誇張 我要一片片子喔 妳可以這樣笑嗎 我會看喔 我是講我媽媽 妳的肚子也保持微笑 我現在二十幾歲都可以說 我婆婆很誇張喔 她是真的很誇張 她是真的很誇張 因為只要一變天氣啊 然後我寶寶就在室內喔 已經給她穿三件衣服加一件背心 我都覺得她已經很溫暖了 可是我婆婆就說 妳怎麼穿這麼久啦 一定要在捉穿衣服啦 不然她會掛到什麼的 就講台語這樣子 所以就是要給她包個鞋欸 包好 比較安全感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因為我就是不是會 武力婆婆的人 我都順著婆婆 對 所以還是就照她的意思 直到晚上幫她洗澡的時候 我就嚇一跳 我爸爸全身都是整隊 會這樣 然後就是 我嚇到欸 所以我整個就是 很緊張 然後我就帶她去看醫生 然後去醫生的時候 婆婆也有跟著我去 因為我想說 帶她去看醫生 婆婆一定要跟著我去 然後婆婆就跟我去的時候 醫生就說 她怎麼不會穿這麼多啦 然後她才知道 才點心婆婆的觀念說 喔 原來不能穿那麼多衣服 唯媽咧 唯媽 像我們家是兩個男生 那兩個男生 有時候在家玩起來 過嗨的時候 是整場是hold不住的 那長輩她其實根本也不會管說 小孩身上已經穿了幾件 也不會 甚至也不會去摸說 背後是不是已經整片屍 然後她就會 一個眼神雷達掃到說 喔幫她加外套加背心啊 加個毛襪啦 但是 真的是我覺得長輩這樣子 就是耳語在 那個唠叨的時候 有時候是 一到換季天氣變了 媽媽自己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有 真的像剛才佳馨講的 我們做人媳婦不敢忤逆 對 可是要怎麼樣判斷 小朋友到底這個時候 是熱還是冷 什麼時候要加衣服 我自己覺得啦 當然幾個指標 第一個就是 你穿幾件 你小孩大概就穿幾件 因為小孩的體溫比我們 再多半度啊 其實他比較熱 所以他也比較熱 所以這個已經是最基本 卑微的要求 第二個指標的意思就是 看小孩的膚色啦 因為小朋友其實皮膚很薄 所以你其實 他如果冷的時候 他真的會一條一條的 你就看他的手腳 如果開始出一點條紋 就知道這個差不多 真的有冷罩了 那加衣服 而且小孩不是笨蛋 他會哭啊 他會叫啊 他會搓 小baby不會講也會搓啊 所以其實怎麼樣 你看他的膚色 聽他的哭聲 關他活動力 再看看自己身上穿幾件 你大概就知道 你小孩要穿多少 那李醫師 到底啊 我們譬如說 正常溫度應該怎麼穿 然後重點要放在哪裡 好像說 有很多阿嬤都說 啊 他 尿布也都脫了 剩下緊張 你看他說斗宅很重要 所以我跟你說我真的 我那時候剩小孩的時候 我買斗宅那個 買了好多條 真的 真的很好用 第一個是把它可以捆住 第二個就覺得 齁 好老人家不念 我覺得就是 真的是最大分子 對 到底哪個地方要顧才對 對 因為我們還是先了解 小孩子的體質是怎麼樣 好了 我們終於講說 小孩子的體質叫純陽肢體 就是說它的新陳代謝 還有它的體溫 都是比我們大人還要更高的 還要更快的 那所以我們其實 給它保暖的話 你不會像大人一樣 我們可能冬天寒流來的時候 可能羽絨衣 裡面又發熱衣 小孩子你這樣穿 一定都會開始 頭流汗 然後背都是汗 那可能很快它就有 濕疹的情況 那所以我建議就是說 幾個保暖的地方一定要 第一個就是背 它要保暖 因為我們中醫講說 背的地方是膀胱筋 比如說你風邪 或者是寒血 就是從膀胱筋進來 在我們背的一個進鑼 它是陰風也是從後面來的 那個是沒關係的 什麼 什麼 細節 所以我們從後面 那是你穿了羽絨衣還冷的時候 灰心事做太多的時候 對 好 第一個就是說背要暖 然後就是不要讓它吹到風 那再來就是說 肚子要保暖 對 是真的喔 對 很重要 因為我們肚子是我們 小朋友出生之後 一個叫做後天之本 就是脾胃的地方 那脾胃它是我們在吃東西 進去之後 它要消化的地方 那它要是在比較一個 溫暖的環境之下 它的氣血循環會比較好的 然後這些消化液 或者營養的吸收功能也會比較好